以往逼滿遊客的尖沙咀 現在只有小貓三、四隻 疫情持續大半年 旅遊業受到重創 雖然在頭兩輪防疫抗疫基金之中 每間旅行社可以獲得上限二十萬津貼 不過對於中型和大型旅行社幫助不大 旅遊業界日前會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說 據了解會上雙方有共識 政府會透過第三輪資助保留 除將原有針對旅遊業的支援 例如為導遊及領隊提供每月五千津貼等措施延長半年外 也會按照旅行社員工的數目發放一筆過資助 不過具體撥款金額仍未有定案 旅遊業界議員姚蕭榮表示 相信疫情對業界造成的影響會持續到明年 業界非常需要第三輪資助 他指出一些大型旅行社的每月基本開支超過一百萬 建議政府補貼金額應該要達到每間旅行社開支的三分之一 再加上其他行業的保留資助 預料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涉及過百億元開支 至於一直指紋樓梯響的港版健康碼 因為本港爆發第三波疫情而各置 消息指政府期望疫情在這兩個月受控之後 最快11月可以落石粵港澳三地互通健康碼 旅遊業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指出 現在內地和澳門已經可以互通健康碼 若港府遲遲不啟動會處於落後角色 他認為政府應該要給分隔兩地的家庭 和必要的商務人員 盡快登記港版健康碼 同時切發釋除私隱疑慮 早日恢復經濟往來 東網記者陳怨同步 東網想你看新生佐賺分任務 每日簽到和閱讀指定新聞 快點下載東網APP 一邊看新聞 一邊賺到更多OM.CCCOINS 盟取豐富獎賞